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的頻道,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關於林鄭 昨天有一個TVB前主播,她原來已經穿了草去英國 接著發放消息,有人在機場見到林鄭月娥和她先生 這件事就引起很多人的關注,包括文傑和文傑的朋友 然後去到昨天更傍晚之後的時間 然後見到一些報章出來說,有政界中人說 她在晚上的時候見到林鄭月娥的位置前一天 所以她不可能在同一時間裏就走了坐飛機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呢?是不是證實了前TVB的記者發放假消息呢? 待會就跟大家去講一講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講,那個人叫做劉慧卿 劉慧卿做甚麼事呢?劉慧卿原來已經回到香港 現在接受酒店隔離 有些報章就說她暗批那些人說她穿草潛逃等等 那樣那樣 說這些人是生安伯卿走路的東西 但問題是 她的問題是她的黨那裏有些前科的啦 還要不止一個有前科的嘛 所以她只可以是,我覺得她應該是暗指 她自己不是李永達 不是這個許智峰這樣而已,OK? 那到底整件事又是怎樣呢? 那等一下就會跟大家去講一講啦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如果想贊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那大家就不會做任何的一段影片啦 那網上呢就流傳了一個TVB的前記者叫做王俊賢 那昨天沒有說到她的名字 那今天就說回她的名字了,叫王俊賢的OK 那她做些甚麼事呢?她就在網上呢 那發放一些消息就說 有人在英國的機場那裏 見到林鄭月娥 和她的先生那樣 那一個呢就是有戴口罩,一個就是沒有戴口罩 哇,那一定認得到啦,大哥沒有戴口罩喔 是不是? 你沒有可能認不到她的喔,OK? 那跟著呢她就說,不過呢就沒有圖沒有真相的,但是 她有一個很詳細,很詳盡的 叫做叫做叫做 叫做消息 就說她兩個呢,就是林鄭月娥和她的那個先生呢就 在這個Tamero 5那裏就是 叫做啊,上了一個 那些列車那樣的東西啦 跟著在Tamero 2 定不知3,跟著就下了車那樣 疑似轉機 那她說好可信的,她說好可信的 誰知道,誰知道 可信到炒了車 是啊,沒錯 集體炒車了 那現在那些黃絲那邊呢就追擊她呢就說她播 這個什麼,傳播假新聞啊 這樣,卡卡的東西啊 又說就是,就是叫做叫做 再聲討她啊,又成的 說她,喂,你不要找不到 你在那裏亂做新聞,亂作新聞啦 那樣 那都正常的,為什麼呢 因為在英國呢 賺食 真是很艱難啊 現在又熱啊,大哥 你猜個個個家 都是近這個的 麥當勞 可以去貼一下麥當勞的冷氣的嗎 對不對 那有一些的人士呢 就向一些叫做 報章呢 就報料 就說啦 在前日 即是16號的夜晚 晚上7點半鐘呢 就在沙田大會堂那裏呢 就撞到 林鄭月娥喔 那沙田大會堂那裏有什麼搞作呢 原來呢 就是 新年夜晚會堂那裏舉辦了一個 聲揮粵劇 展演2022 他就說 就是在這個活動那裏 就撞到 林鄭月娥啦 他就說啦 以林鄭月娥前特首的身份呢 主辦方呢可以安排他去 坐觀眾席的第一排 不過呢 他想低調一點 所以呢就是去了一個叫做包商那裏呢 就是看劇啦 OK 是單獨的喔 沒有跟他先生林紹波一起的喔 那個人呢就提到了 香港直飛倫敦的飛行時間 即那些航班 是要整13個小時的喔 即使 林太即日坐飛機 坐夜機離開香港 都要在昨天 17號的 下午 才可以 即是去到倫敦機場那裏 就不是好像他這樣說 即是在17號的 早上時間見到他喔 那所以呢這件事呢 是留的啦 那他就說啦 除非 林太林鄭月娥呢 就懂得分身啦 否則他就很難呢 就在兩地那裏呢 即是同時間出現的啦 那所以這件事呢 真是沒有圖 沒有真相的 那為什麼會出現 即林鄭月娥為什麼會出現 去這個的叫做粵劇節目那裏呢 那原來呢 林鄭月娥呢 一直都喜歡看粵劇的 和粵劇的名家 白雪仙 還是有非常之好的交情 那這個白雪仙 今年的 叫做 叫做生日 5月1號的時候呢 林鄭月娥呢 除了 向這個白雪仙 送上鮮花祝賀之外呢 更加在網上發文呢 就祝賀對方身體健康 和生日快樂的 那跟著呢 林鄭呢 更加豪然就說 只要白雪仙 去擔任一些的叫做 藝術總監的粵劇的話呢 會演出的話呢 他基本上都會出席的 甚少是會缺席的喔 那現在 那些黃絲怎樣呢 那些連登仔呢 群起而攻之 那不斷地借有這個 王俊賢 就說 喂大哥 你做TVB的 你做記者來的 你不懂得fact check的嗎 大哥 你要專業的知識的嘛 喂你這樣發放一些假新聞 你誤導了好多人 不斷地 聲討他了 那他成功的呢 他成功呢 就是做了一單 非常之假的新聞出來 不過 無雙大雅的 我覺得而已 但是對於他自己的傷害性 是甚強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有些人 直接豪然就說 最討厭這些 叫做假消息 就是令人想著很開心地去報一下他的 現在怎樣呢 現在就不報林鄭月娥 就報這個王俊賢 見他一鎊打他三鎊 咦 看來這個王俊賢 都可能在英國那邊 都應該 沒有定棋 沒有定棋 那除此之外呢 我勸王俊賢呢 在英國呢 都不要生孩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另一個的前特首 梁振英就說 英國 一名專門研究社會流動性的教授呢 那他就指出 英國現在的學童呢 上學的時候呢 是飢餓 疲倦 和焦慮 高年級的學生更加在中六之前呢 就要絕學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生活是非常之艱難 沒有銀用 英國那些家庭 沒有錢花 他們絕學 因為他們要 賺錢 去協助他們的家 去協助他們的家庭 應對生活開支的危機 即是怎樣呢 他們 又沒有 即是 又沒有食彈回學校啦 那又要 叫做 幫手 去 搞定家庭的開支啦 那樣 所以搞定呢 他們就又餓啦 又累啦 又焦慮啦 那樣 他就說 家境呢 極貧窮的一些 學生呢 甚至乎 要在學校 偷紙巾 和偷食物 回家 給家人去吃 有些學生 因為沒有辦法 負擔起 乘巴士的費用 而缺席上課 現在英國的治安問題呢 只會是繼續去 惡化下去 英國的兒童貧困問題呢 也是十分之嚴重 英國的學童在學校裡面 偷取食物和紙巾呢 這個也都會變得 十分之普遍 英國的政客呢 完全全是 你不理這些事情的 那 怎麼算好呢 都沒有辦法的了 再根據BBC的報導 英國一個慈善機構在警告 倫敦現在就有三分之一的兒童 生活在貧窮之中 有沒有發覺 是自從 黃絲 移英之後 英國就開始窮啦 那你就想像一下 究竟 移英的那幫人 是很有錢 很有能力啦 還是本身窮得脫掉的呢 呵呵呵 我相信大家 腦裏面 心裏面 都清楚明白的啦 跟著我們再說另一件事 這件事呢 就是劉慧卿 劉慧卿呢 就近日啦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啦 他們那個 民主黨好像是 都幾糟糕 那所以 劉慧卿呢 就結束了這個 德國之旅 回到香港 大哥 德國好像兩個禮拜都不夠 就已經匆匆地回到香港了 那麼 他原來在月初的時候呢 就在颱風底下就出發的 經過泰國的曼谷 轉機 跟著就 飛了去德國的 莫尼克 他在臨走之前呢 幾乎每天都跟朋友 跟他的黨友 吃飯 好像 送別他那樣啊 大哥 你不可以 掛別人鼓勵穿了走路的喔 你現在好像是跟別人告別那樣 道別那樣喔 那跟著呢 不過呢 就沒有說到的行程是怎樣啦 什麼時候回來的 你沒有說啦 只是說不要回來的而已 OK 再加上呢 立法會的會計界 前議員梁繼昌呢 就走去送機 他的徒弟又走去送機 搞到很多網民呢 就 懷疑他 是 假旅行 真著草 那跟著 這一個的劉慧卿 就上飛機之後就說啦 嘿我 會回來的 他沒有說 是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啦 那更加呢 就消除不了 這個的叫做 著草的疑魂啦 那跟著呢 劉慧卿在 就是叫做 德國 遊歷的期間 遊到打卡 也都好像 就是 很正那樣喔 包括呢 就是 遊覽多路河啊 跟著那些教堂啊 吃德國行豬手啊 那樣的東西 那那些的叫做 法國巴黎的早餐啊 越南的雞湯河啊 泰式炒河啊 喔 那麼搞笑的 隨便啦 那他說呢 就是 探世界 好想好正那樣啦 喂大哥 那麼想那麼正 那就應該不會回來的啦 大家都這樣想的啦 對不對 跟著這個劉慧卿就說啦 喂 我預告過我會回來的啦 是不是 一早都說過我會回來的 都不明白那些人為什麼會質疑他走路 喂 喂 許智峰就說會回來啦 那許智峰呢 然後那些什麼李永達那些呢 是不是 大把你那些大把人 叫人衝自己鬆 甚至乎許智峰 他說他開會開完會回來的 結果呢 開會是假的 說回來都是假的 全部東西都是留的 喂大哥你的黨不止出一個 出很多個 我也會說什麼咧 喂大哥呀 你這樣的 記錄的時候 坊間 鼓然你走 鼓然你著了前途 是 都有一些根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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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的 他呢說已經預告了會趁住隔離期 縮短至7日的時候 去一去 德國那邊說呼吸一下身 才有空氣 他說呢 批評很多人 生性多疑 沒有求證之下呢就質疑他走路 不是的有求證 問過你啦,不過不信而已 為什麼? 許智芳就說自己去開會 那怎樣?走了 李永達是你們副主席 那怎樣?走了 有些人都說回來的 回到哪裡?沒有回過 所以 質疑他走到這些事情 不是沒有求證 就算知道,就算你回答了 不好意思,廣大的市民 是未必會相信 他就說,這些人散安白做 散播假新聞假消息 他就說,香港有這樣的風氣 真的好差 但是,著草走路這個風氣 好像是由你們黨的人去搞出來的 真的 第一個 突然之間,最早前途不見了的是哪一個? 還搞到很大的 國際罪犯來的 搞到哪一個? 許智峰 最出名的 當然啦,第一個走的不是他 第一個走的叫郭榮鏗 他那是說,我暫時沒有想過來到香港 講完這句話之後,他馬上回家 途幾票 最早就老 許智峰都不約 許智峰就交了一封信 國際會議,環境會議 這樣 用區議員身份去 嘩 下下下下下下 人家請我去 我以前都 那時候還是立法會的 這樣 啊,法官 香港有這些 著草潛逃的風氣 真的很差 劉慧卿 怎麼剩下的? 現在不如管管一下 許智峰那些先 ok 有人就說 劉慧卿 自由 Так將進入香港 他說 不僅打破了劉慧卿 著草酒的傳言 還順勢 澄清了 喂 現在基本法 是真是可以保障到 我們香港居民有旅行 出入境 甚至乎言論的自由 你看他多自由 劉慧卿 我記得他是港區國安法裏面 其中一個要交出一些文件 亦都是被約談的其中一個人 我記得他好像跟那個 不知道什麼民主 不知道什麼的東西 的東西是有點囂張的 跟支聯會那邊有些東西囂張的 什麼民主學院還是不知道什麼 類似這樣的東西 華人嗎 名字太多了 不好意思 記得不清楚 但是好像有點囂張 跟著是被警方的國安處人員 好像叫他交過資料還是跟他聊天 這樣他還能出境 是吧 跟著還能入境 香港是很自由的 也有人就說 去年香港政府計劃修訂入境條例 從源頭去搗截一些假難民 很多人就當時又把那條條例稱為所說 擔心入境處處長有一些叫做黑名單 就限制一些BNO護照的持有人 或者是申請外國救生艇計劃的持有人 或者叫做申請人 就離開香港之後就不讓他們入回來 所以這宗傳聞很明顯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話 香港有出境的黑名單 相信李永達 還有就是蒙少達等人 都沒有辦法順利離開 我想劉慧卿都應該有些困難 不要說離開 被他們離開回來也有些困難 所以我們是真的有出入境自由的 OK 出入境自由的 那所以呢 就 這個劉慧卿現在是甚麼呢 打破了他走到的傳言 不過 只是可以代表了一樣東西 就是他跟許智峯有一點點不同的意思 OK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文潔 你怎麼看這幾件事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潔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了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